哦好这篇论文的标题是 sortitude sense society data generation and duration grounding in real data sources 首先我们知道 大原模型带一些复杂的任务 比如说multi-step reasoning go-use和structure data 就是结构化数据的标准处理 还有困难 那么呢从原理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获得performance提升 怎么获得呢 就是我们收集人类标注的数据 然后对大模型进行翻译去 就可以获得performance上的提升 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昂贵 并且消耗时间的过程 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了这个sortitude sense 它是一个一个方法 能够产生合成的数据 这些合成的数据 它是以外部的真实世界的信息源为基础的 然后呢这就是这个方法流程图 它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dataset generation 第二部分是dataset curation 第三部分是model fine tuning 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 dataset generation 首先我们获得 首先我们会选择一个datasource 比如说是一个tables 或者是一个维基百科的页面 我们从table 然后我们从datasource中呢 随机的选择一个seed topic 比如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实体 或者说它是关于这个表格的一个乘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examble 这个examble是一个question 和一个written chain 和一个answer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examble 我们就构建了这个sensitic dataset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curation的阶段 我们把这个dataset分成两个部分 分别是slice0和slice1 slice0呢 我们对一个lm进行翻译情况 得到的lm-sense 通过lm-sense 对slice1进行一个curation 包括filtering和imputation 对filtering来说呢 我们是regen examples that cannot produce the correct answer in each else 就是我们让大模型 对这个examble做出回答 如果在case的尝试中呢 它都没有办法给出正确的答案 我们就认为这样的examble 它的质量很低 就给它舍弃掉 imputation来说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givenexamble 它的某些部分让它变成空白 然后我们让大模型 是填补直接空白 如果可以填补的话 我们就接受这样的examble 通过对这个slice1进行curation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curateddataset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curateddataset 对lm进行翻译的话 就可以得到lm-curated 我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为了证实我们这个sense 它的能力它有没有用 所以呢我们把它应用到的两个 只有挑战性的任务上 第一个就是multi-hole cache 就是多跳的任务 第二个就是tabular-based cache 就是表格的理解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multi-hole cache answering 它这个和前面的流程就是一样的 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dessa generation的部分 可以看到包括source seed和construction 首先呢我们是选取了一个document 叫做第一它有一个title它有一个test 从它的test中呢选择一个seed 就是一个entity 这里选择的是阿波罗里 11 然后呢我们会从和第一相关的 document中选择一个 同样包含这个实体的document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d2 它有一个title 它有一个test 然后 它的test中是要包含这个seed的 我们通过这个seed 和第一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第一个question叫qe 然后我们对qe的约束是 qe的难言必须是这个seed 我们通过d2 可以生成第二question 叫question2 我们对这个qr的约束是 它的主题必须包含这个seed 必须包含这个entity 然后我们通过qe和qr 就可以生成一个最终的q 然后也有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已经构建好的一个demo 然后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 beta curation的阶段 我们对这个demo进行一个 filtering和imputation 就是我们就是给它一个问题 我让它 那么就把问题分解成qe和qr 然后回答qe回答 回答把qe切换 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 就是看它在k4的尝试中 能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 如果能得到 我们就往前看一下 往前看一下 这个方法 对这个往前看一下 好 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 它有个data source 然后呢 它已经从网上 爬过来的很多数据是吧 比如说table或者说是wikipedia 或者文章 然后它这个seed是从这里面去 抽取出来的 是从这些web上面的数据里面 抽取出来的吧 就是像刚才那样子 什么阿波罗 阿波罗一号 神经号是吧 这个就属于抽取出来的seed 然后这个重建是 这个construction是 construction就是 对motihope来说具体的就是这样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手 我们有seed的嘛 我们也给他document1 我们就可以让 就可以构建这个qe吗 这个question是谁弄的 大语言模型去弄的吗 是应该是大模型来产生 一个instruction tune的allm 来产生这样一个question 然后右边是第二篇文章是吧 第二个soul是第二篇文章 这两这两篇文章 它是通过第一个seed去找到 有这个相关的第二篇文章 是不是 我看有 就是他从第一个 他从第一个文章中提取出了一个seed 然后他从和第一相关的 第二就是第一他可能会有一个link 嘛去指向其他的文章对吧 就是和第一相关的文章 然后我们从这些文章中找出 同样拥有seed的文章 这就是第二 好就这样子然后 跟他从从这个问题里面 但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也从 然后第一个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里面有了问题还有答案 第一个问题他的约束 就是他的答案必须是这个seed 第一个问题他答案就是seed 然后再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算 然后再让大元模型把这两个答案merge一下 合并为一个答案 合并为一个问题 然后他也提供最终的答案 同时呢这个qeqr 同时qeqr可以作为reasoning chain 可以作为推理的步骤 也交给大元模型 对啊 就相当于把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新的问题分解我们两个 sought就是就是qeqr的 然后答案就是最终的答案 就是你看不错是吧 然后右边这个是相当于是个验证过程是吧 右边是在对dataset进行一个 qeqr的过程 就是前面这边看到的 filtering和imputation 这边展示的是filtering iqr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问题正确的回答出来 如果回答不出来 我就把它提掉了 对对对对 然后这就是回答回答的这样一个例子 ok好 这是filtering 然后imputation的话 它是没有给图 然后我就简单说一下 imputation的话 它是把这个qeblank掉 就是他他就是 然后让qe变成空白 然后呢 他提供给大模型这个de 提供c的 提供qr 提供q 让大模型重新来生成这个qe 然后重新生成qe 他又会得到一个新的q和a 这个新的a如果和旧的a 是一样的话 我就认为 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example 这就是这个imputation的过程 但是新的qe 他的答案也必须是刚才那个c是吧 对 那这一张我们就过去了 然后就是他的result 首先他的diafade是hotel的qa 他的matrix是saltem的 然后呢这个值 如果产生的答案中包含go的answer 那这只是以否则这里 我们首先看第一张图 他有很多个 5个messor 前面4个都是bassline 第一个是instruction tune的lm 这边用的是llmt 就是70b 第二个是finetune的lm 就是仅仅使用howtodeqa 对他进行finetune 第三个是lmsense 仅仅使用的我们前面生成的这个diafade sensei diafade对他进行finetune 这里是这个 这是这个curation之前的这个diafade 第四个是 curation之前diafade和holdfadeqa 的数据大家进行finetune 第一个就是curation之后的和holdfadeqa 我们他的prompt有两种分别是zro shot和 zro shotclt 可以看到他们的就是performance是不断提升的 就是验证了我们这个 啊是他这个是有用对吧 不但有用 而且他还能够跟holdfade合在一起会效果更好 对对对 就是说我这个 而且那个qohater的话就说删掉了一些 不好用的数据 那就是就是就无法产生正确数据 正确结果的一些问题 他把它删除掉了 所以就会效果更好 嗯嗯 但是这些主要是这些文章怎么去建立 这个 因为人工标注数据比较贵 他自动化的是通过z的方式 对对对 创建这种多知道问题是吧 嗯对 现在后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tablet tablet data就是表格的问题 嗯这是第一个话题是多跳的 嗯他的主要的流程都是都是这个样子 嗯然后我们就接着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呢是把这个 on pop qa 中的问题分为了两种问题 第一个是bridgebridge questions 我这下面有个例子 就是one is the head of the seven 在 top 再延持一倍 这bridge question 我感觉跟这个 多跳问题比较像 就是他需要一个中间的结果 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呢 comparison question 呢 这下面有个例子就是灰的toys 最后的link class 就是他是比较 比较多个不同的物体的同一个属性 这叫 comparison 开始 我们这上面有三个model分别是l 达到达到达到70币 我翻听的 人们使用 方法 qa 进行翻听 第三个就是 rm curated 这后面1250就是他 嗯翻听的时候使用的那个example的数 可以看到就是 比较提升的 当然我们在 comparison 上面提升的比较小 因为我们这个话题主要聚焦的是这个 multi hope multi hope 多跳的问题 所以在 bridge 上面可以看到提升可能比较大 嗯 然后这就是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是scaling performance 就是 我们在翻听过程中使用的example的 数量对这个模型的performance的影响 嗯 然后就是 虽然example数量增多 可以看到它的performance体制 然后也是curated 经过 curation的 翻听比没有经过 curation 翻听的效果要好 发现这个颜色怎么都换一样 红色什么 红色是zero shot 嗯 就是红色什么 这图看了我们一下子没看懂了 就是zero shot的就是 对于这个 zero shot的有两种颜色吗 就是分别都是一个是 curation 之前的就是curation之后的吗 ok ok 然后在这一条 这个画法率越来越多 那我现在才明白 那那我们就接着看下一个 下一个话题就是capular表格的数据 我其实他们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左边张图是 就是data set的generation的一个过程 首先一个source嘛 就是我们 我们首先从 还是从wiki wikipedia sql 这个data set中获得的表格 然后呢seed 就是这个表格中 对对表格这个事实的一个陈述 就比如说 the country with most rivals in 2012 它其实就是对表格的第0哈 这样一个事实的陈述 好 这就是我们的seed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seed呢 就产生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seql语言 就是我们去解决这个seed 我们用的seql的语言 第二个这个queam呢 就是对seql语言的一个自然语言的描述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seql语言 tookering的过程 就可以承认一下就是 他能不能回答出来这个问题 如果能回答出来 我们就给他保留 就这样 嗯然后呢 跟刚才其实一样 跟刚才其实一样 哎哦对对 我们之前 那我们就先有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result 首先呢他data set 我鼠标 首先他data set的是wiki sql 他的matrix是em和softem 他的model是这个starcham data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16b的模型 然后呢 他的作用是一个helpful的coding assistant 然后我们按这个messor 首先是one shot no context 这个这个messor的话呢 他是没有给他表格的 他是只有给只给他问 然后让他让他给给那个答案 表格都没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performance很差 然后后面呢 都是给他表格的 这个指标效的tableqa 就是那指标效的 我要稍微好一点 这个不安笑的吗 也也也就好那么一丢丢吧 那么 当我们加上sql之后呢 看到performance上 有个较大的提升 说明sql还是很有用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rm sense 这就是cureation之前的这个data set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cureation之后的这个data set 可以看到是performance是最好的 那这个比如说sql这两个方法 本质上就是说 我有生存数据 然后最后一步 我是加了一个 还是说刚才说就是加了一个 就是说赛选过程 就是有些不好的路数据把它剃掉 你生存出来有些数据可能就是不好的 嗯对就这样是吧 本质就干净 对对 cureation就是加一个session 对 然后后面就没有后面就是一个conclusion 好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提出了一个src src方法 这个方法它是用来生成我们合成的数据的 合成的这个数据呢 它是以真实数据源为基础的 好呢我们通过两种两个task 特别是moldi hope和capital question 还验证了我们这个方法 它的能力 然后就这样